每当国外旅客来台北观光时 搭乘捷运总要考验一下国语文的程度 甚至是碰到中校新生或是中校复兴等类似的英文拼音 总有傻傻分不清的窘境 而台北捷运公司报请市府核定 将把台北捷运车站站名新增编号作业 届时民众将可依照英文语数字轻松辨别站名 车站的中英文名称 我们所使用的中英文名称 比如说我们中文的很多中校相关的车站 比如说中校复兴 中校新生 这一类的中校敦化 这一类的车站都是因为它所带的这个名称 都是非常的接近跟相似 因为这样的一个名称的一个辨识上 民众可能有时候在搭车过后 他就只记得一个中校 但是已经忘记了他到底是在中校什么站 然后这样的一个辨识上对他来讲 有时候就比较难以记忆 上近年来国外的旅客来我们台北市旅游的越来越多 我们考量到多重的因素 希望能够提供民众更便利 国外旅客可以更容易辨识我们车站的一个名称等等 可以搭乘上可以更加的让他们可以觉得说 友善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提案 做一个更新 捷运公司初步规划让车站标示为路线颜色加英文字首 再也由南上北或是由西向东依序将各站编列序号 让旅客在搭乘捷运时就可依照路线颜色 并且看着数字顺序来辨别车站 比较多的几个车站 像我们这个台北圈比较多的车站 像台北车站有很多旅客因为转程的需要 他可能譬如说搭乘高铁或是台铁或其他的一个运输系统 来到我们这个台北车站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他就有多数人会因为他需要做转程 或是搭乘捷运需要就会有多的询问 如果我们加上一个代码 对他来讲他可以记得说 他是在这个把南线的哪一个代码的车站 对他来讲或许他在车站的一个辨识 跟他要前往的这个车站上面的辨识上面 都会有比较大的注意 目前车站站名编号作业近期将报请台北市政府核定 若顺利通过之后将花费3000万元进行更改工程 预计明年8月117个捷运车站更新完毕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